医疗专车冒险渡河救援 中非国家民主钢果 五号豪雨引爆山洪土石流 多处道路中断 险象还生 民众只能推着机车 穿越机流或经由检疫变桥 对外寻求物资 看着残破 家园 仇云残物笼罩心头 随着搜救进度开展 官方更新罹难人数 倍增为404人 联合国更预估由于 还有许多民众失踪 死亡人数恐持续增加 丈夫不幸罹难失忆的家庭流离失所 还要担心公卫环境恶劣 可能即将爆发的传染病 水源遭到泥沙污染 大批灾民无家可归 政府将8号定为全国哀悼日 为了抚平一片哀期 牧师带领民众唱诗歌祈祷 希望收拾好悲伤心情 尽速投入 重建工作 戴新闻 武贵真编